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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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曾超越 歡迎大家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節我們請來我們的事務總監 郭Sir 郭師傑先生 去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郭Sir 你好 事不宜遲 先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陳小姐 你好陳小姐 是啊 陳小姐想問哪隻股票 1618 1816 1816 是中廣核電力 是啊 有沒有貨在手 有 多少錢買的 3.54 3.54 好 那是想問部署 是啊 我想問轉經紀 因為那個經紀告訴我 你三個八才好放的 三六八才好放的 好 那問問郭Sir 1816 中廣核電力 暫時做三個半 今天是跌超過百分之一 之前 我們集總去到英國訪問 都炒過一輪來的 陳小姐就在3.54 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呢 都沒有說錯的 可能呢 我比他更加進取 我認為 股價呢 應該在未來 是回到四元 流上的 因為內地呢 就 中廣政府計劃呢 每年呢 有六到八個核電的項目去發展 那其實呢 我想呢 最受益應該是一百一六了 中廣核的了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其實他的股價呢 都是處於一個整顧等變之中 如果你說 你三個五毛多買 你上網三個八 問題不大 這個屬於比較中線偏短一點 那就要看整個大市的氣候 這個真是很老實說 禮拜一成交金額 六百七十幾億 禮拜二只有六百五十幾億 到今天為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連六百億都沒有 那就是說 在這麼低的成交金額之下 你不要想著 今天買明天會見三個八 除非突然間有個政策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就一直都是 上不多跌不多 升多幾千又跌回多幾千 其實處於一個牛皮等變的格局 如果你買貨不太多的話 暫時按兵不動 不用理會的 你的經紀說三個八其實都沒有說錯 這個是中線偏短的小小目標 但比起我 可能我會建議你持久一點 上四五元樓上再看 其實幾個月前曾經見過五五號三 之後整個大市逆轉跌下來 才低見到三元樓下 任何環境 升一毫跌一毫 對中港華來說 都只是代表上落整股 不需要太在意 買了之後 就一直放在那裡就算了 我亦都不建議你 作任何的 技術上的指示 除非你說 我資金得一注 我買完之後 我身邊沒有錢的了 不升 那一餐飯吃也吃不下 那就沒辦法了 他就放下指示位 在三毛半 在左近水平 如果不是的 就暫時等等先 升幾個先 不是叫做升 跌幾個先 也都不是叫做跌 只是代表反復的意思 不需要太擔心 好啊 多謝陳小姐的問題 第二個家庭觀眾有李小姐 李小姐是不是在 你好 想問郭Sir有什麼問題 郭Sir 我想請問 華融未有一個集資 不是IPO IPO 對 我想問一下 我那個1359 那時候買了4.4 現在就今天 打算去駁它升 就走的 但現在好像跌到3.03 那怎樣做呢 怎樣部署呢 好明白 1359中國順達 暫時正在3.03 今天的跌幅都超過2% 李小姐在4.4就有課 應該怎樣部署呢 暫時來說 我想沒有太多的憧憬 因為它上個浪 隨著大市上徵 最高見過5個多元錢 但是股市的下跌 也都無奈跌回來了 現在甚至會跌穿照顧價 如果你是四個多元錢買的 在那一刻 市場剛剛由高位下來 如果你是純粹短炒的 升幾毫子我就走 跌幾毫子我指時算數 這個當然是輕鬆 但你不要做到這個動作 來到現在的水平 在3元邊 第一 我不會建議你指時 第二 也沒有任何進取的做法 因為如果你說我真的有夠錢 我不要再加著再買 那也視乎你的手上 資金鬆不鬆動 因為以現在的市場 這麼淡靜來說 今天買完明天的價格 可能是這樣 下個星期都是這樣 市場要上 一定要成交金額 要大夠壯才行 現在看不到 當然 個別股份 如果有些特別的消息 例如有些私有化 收購、拼購 可以不理大市去照升 但我想現在順達 出現的機會比較微 不知道 我上市的時間 會不會有影子的效應 純粹炒一炒 我都想想 多多少少會有些 但不是這麼快 上來四個多元錢 那個買入價 這個應該是比較 要放久一點點了 直至下一步的股市 再進一步向上行 突破了25,634點 再上 這樣才有機會 上衝回4元樓上 現在這分鐘 我想沒有太大的風景 暫時中線持有先 來到這個價格 三元左右 我當然不會建議你 低價指示 謝謝郭Sir 李小姐是否還有第二條問題 如果遲些再跌低 可不可以扣 好 再跌貨 這樣說法 是否一定為了一隻東西 我四元買完之後 我就不扣不得呢 會不會考慮 將資金放在其他另一隻股份 到那時行的時間 可能它的回報 更多過那隻信達 都不頂的 是吧 況且現在這一分鐘 市場的氣氛 暫時趨向於比較淡靜 可以選擇的真的很多 但我覺得下一層上升 可能都是一些基建相關股份 金融的板塊 甚至乎 優質的內房的板塊 會走得比較硬 反而信達都會升 但步伐還是比較慢 如果你說 我是忠誠於信達 我希望 加轉買少許 其實我沒有太多意見 因為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在三元邊皮 相對一年的低位 兩個半來講 都還有幾毫子 但幾毫子 我想幅度不是滑跌 就馬上見得到 我用一個比喻 你上面如果有一萬股 四個多 要見家鄉 是很難的 這是事實 如果有低低那麼多 你也有一個溝的心態 我覺得以七倍的市盈率 四里的股息來講 又不算不買得 就算部分慢一點 都是一個可以推介的股份 可能在低位的時間 上面有一萬的 低位先買五千 看看對不對 如果買完之後 它會再向下走 引一引手 再撐低一點才買 如果買完之後 股價慢慢走回 直到再回到十天線樓上 就買了五千 說真話 不溝一溝 又不容易見家鄉 這是事實的 我認同的 好 李小姐是否還有第二條問題 九四一 我買入都是百元 現在它經常都跌 正常下跌回到九二 那如果它再跌到低一點 可不可以入時抽淡去 好 那九四一 中國移動暫時正在做九十二個七 今天跌幅是超過百分之三 其實中移動早前發佈了 它頭三季純利 按年升近百分之三 但是當日的股價都要跌百分之二 今天來講 有大行都唱好 那摩根大通將評級由中性上調至增持 目標價就維持一百一十三 那李小姐一百元左右持貨 那應該怎樣處理 第一就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三隻電訊股 其實我一直推介的 我都是中移動 那一百元買 那就暫時來到現在這分鐘 的確要等等 因為整個社氣氛不動的話 指數很難向上行 不過這樣 如果真是指數要掉頭 要走上去的話 譬如這樣上網兩萬四 那就要看了 恒指成分股當中 中移動是第三大 佔7.82% 沒有可能原地達佈的 所以一百元那首貨 暫時當然是按兵不動 如果資金許可 你要再加住再買 我沒有意見 問題是甚麼價入手 在這麼淡定的市況當中 當然不要太勇 就分階段慢慢買 相對一個星期的低位 92.6毫本 現在今天輕輕跌穿了 最低的92.3 那就剩下大市的環境和氣候 如果不介意少少反覆的 上面有一千 現在怎樣都要買回五百股 好的 謝謝郭老師詳盡的分析 也感謝李小姐的電話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先跟郭老師做新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或者指數 相關資產國上沒有持有 沒有的 稍後回來有更多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見 有了 請問 請問